我叫马剑,原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 2015年1月被组织审查 接受组织审查以来,我想交代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 这些问题严重的违反,甚至践踏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尤其是连接纪律 很多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违反犯罪,可谓出目尽心 而这方面又以我和郭文贵之间的问题作为突出 那么我同郭文贵是2006年左右经工作结识的 那么从2008年到2014年 我利用我的权利和职务上的便利在郭文贵个人问题和公司经营上 给予了郭文贵很多的帮助 主要有以下几件事情 2010年前后,郭文贵向安全部反映 其公司一个名叫曲龙的高管,曾帮其代持了一些资产 但曲龙之后呢,不但不归还这些资产,还敲诈郭文贵 后来呢,郭文贵以曲龙敲诈为由 先后向北京市公安部门的两次报案 但北京公安均以此事经济纠纷 两次呢,拒绝离案 于是呢,郭文贵希望安全部出面协调 北京市公安局对曲龙敲诈案进行查处 我派员呢,去协调有关部门 但北京公安部门始终没有离案 之后呢,郭文贵又提出,其私下跟承德公安有关人员进行了沟通 明确呢,此事承德也有管辖权 但需要省厅呢,支持 希望安全部通河北省公安厅的领导打招呼 协调此事在承德立案 那么我呢,就派员前往河北项目 张岳口头汇报 并且本人也亲自呢,给张岳打电话 希望河北省公安厅和政法委在此事上呢,给予支持 很快,张岳决定曲龙敲诈案由承德公安立案侦查 那么在承德公安准备立案之前呢 为了让河北更加民政元顺的立案 我派员呢,以安全部17局的名义 给河北省公安厅发函 说明郭文贵是我们安全部门的工作关系 为国家安全工作做出过贡献 希望河北公安方面呢,能够调查审理曲龙案件 那么后来承德公安便正式立案 并对曲龙实施抓捕 最终曲龙被承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或者是12年 2012年左右 郭文贵反映河南有个叫谢建生的人 以曲龙和郭文贵诈骗他为由 在河南交座报案 且已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我派员呢,前往河南交座 了解案件情况 并介绍郭文贵有安全部的背景 能看能否进行沟通 但河南当地公安认为案件事实清楚 需要继续侦办 后来呢,郭文贵又反映河南交座公安 来北京对他的公司进行调查 希望安全部出面从中调解 我派员呢,以安全部17局的谜言 前往公安部竞争局 以郭文贵有国家安全工作背景为由 进行协调沟通 公安部竞争局表示呢 今后会考虑郭文贵的背景 为了对交座公安异地办案进行制约 我又派员以安全部17局的谜言 跟河南竞争总队沟通 希望当地公安呢,在办理案件事要慎重 如果要抓捕郭文贵呢,需要跟安全部沟通 河南省公安厅竞争总队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 会全力支持 那么不久呢,郭文贵也跟我说 他通过私人关系出面协调了相关部门 这之后,交座公安确实没有再到北京查过郭文贵的公司 也没有再找过郭文贵 2013年初,谢建生本人开始独处交座公安的办理此案 为了掌握谢建生的动向 我违规呢,派员对谢建生的短信划单进行调取 之后不久,发现谢建生可能涉嫌网络赌博以后 为了抓住谢建生的把笔 达到处理谢建生时期不再督促办理此案的目的 我违规呢,派员对谢建生进行了监听 我还曾跟张岳见面 提过希望河北公安厅呢,对谢建生赌博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但未过 在对谢建生监听一年左右的时间后 由于没有发现谢建生的违法线索 我在派员将谢建生的监听停掉 另外呢,取龙被判刑以后不久 河南交座公安向河北公安提出 要把取龙压解回河南审讯 我怕呢,节外生枝 出于保护郭文贵的目的呢 亲自打电话给张岳让其协调 不要将取龙压回河南审讯 那么张岳同意呢,并亲自去协调了此事 2013年的下半年 郭文贵因改造扩建后海 他在后海的那个驻站 占用了一块公共用地 那么北京西城区城建部门呢 要求其拆除违建,并将公共用地腾退 那么郭文贵希望安全部进行协调 于是呢,我又派员持17局的介绍信 前往西城相关管理部门协调 但协调未过 于是呢,我又亲自打电话 给北京市的副市长陈刚 希望其帮助解决此事 陈刚说,占地是违规的 根本没有办法协调 解决这个问题 2008年左右 郭文贵在建设金泉广场写字楼时 违规增加农机率 北京市归委呢 要对郭文贵 违规建筑进行处罚 按照处罚最高的规定 可以拆除这些建筑 郭文贵呢,因此呢 面临几个亿的损失 于是呢,郭文贵找到我 希望就此事能够帮他进行沟通 后来呢,我跟陈刚进行了沟通 陈刚也答应帮忙 于是我派员以安全部实习局的名义 给北京市归委发了函 说明呢,郭文贵是安全部的关系 为国家安全事业做出过贡献 就伪建议是 希望北京市归委在不严重影响郭文贵公司利益的情况下 依法做出处理 那么北京市归委将情况报给陈刚 经陈刚批准以后呢 最后只对郭文贵的公司进行了罚款出发 虽然是罚款的结果 但为郭文贵挽回了数亿元的损失 2010年左右 郭文贵开始收购明珠证券 网上呢,陆续出现了很多郭文贵的负面报道 郭文贵提出呢,这些负面报道会影响他的形象 不利于收购 所以想请安全部呢,帮忙进行删除 那么我又安排 安全部实习局网络处呢 对郭文贵网络负面报道进行了删除 从2010年到现在 经我同意 交由安全部实习局网络处 大概帮助郭文贵删除了 10次以上的网络负面报道 2012年左右 在收购明珠证券即将完成的时候 郭文贵提出 有个21世纪的记者 经常在网上发表关于他的不实的负面报道 意图敲诈了 为了让该记者不再发表郭文贵负面报道 我派员指安全部实习局公安前往上海市 那么要求上海市的国家安全局呢 配合对那个记者进行调查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很快找到了那个记者 与他谈话并施加了压力 表明郭文贵是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关系 不要影响国家安全工作 那个记者呢 也保证今后呢 不再发表郭文贵的负面报道 2011年左右 郭文贵在开发盘古期间呢 因土地问题与朝阳大滕乡的孙永华发生经济纠纷 后朝阳法院判决大滕乡 孙永华胜疏 但一直呢 未能够对郭文贵的公司强制执行 竟冻结了郭文贵公司的一些账户 那么郭文贵公司的一个会计 因为失误操作把两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这个资金呢 打入了其中一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 那么郭文贵提出想让 安全部出面帮助他把这笔钱要回来 于是呢 我派原持安全部实习局的介绍信 到了朝阳法院 民生银行和大滕乡去做工作 但均为我 后来呢 我又派原通过安全部实习局 向北京安全局法治处发函 要求北京安全局法治处 开具了冻结该账户的手续 将郭文贵公司的那个 民生银行的账户呢 也冻结了 这样呢 朝阳法院也不能将该笔款 划拨给孙永华 也就是说 孙永华不同意退款 他也就得不到那个账户内的 一分钱 一分开话 让孙永华的儿子做其父亲的工作 最后呢 孙永华同意将账户内的大部分钱 退完给郭文贵 然后呢 我们将该账户解冻 孙永华那边收到钱以后呢 又拿出一大部分钱 花给了郭文贵公司的账户 自己只留了一小部分 2008年左右 郭文贵打算收购民族证券的股份 想先收购一家 河北金融机构持有的民族证券 3%或者是5%的小股权 以此来实现股东的身份 这样以后可以在收购 首都机场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 过程当中呢 拥有呢 优先收购民族证券股权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作为股东之一的 张宏伟始终不配合工作 后来我又派员去做张宏伟的工作 那么张宏伟呢 最后也表示 愿意配合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 郭文贵顺利收购了 河北那家金融机构持有的 3%到5%的民族证券的股权 2009年左右呢 李家强担任民航总局的局长期间 对郭文贵证券公司收购民航总局 持有的民族证券股份一事 采取不表态的态度 而且流露出呢 希望有金融背景的公司呢 来收购民族证券的股份 因为郭文贵的证券公司没有金融背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郭文贵希望安全部出面 跟李家强进行沟通 于是呢 我就约了李家强 在李的办公室见面 见面以后呢 我表达了郭文贵和国家安全部之间的关系 希望在收购民族证券的事情上 得到民航总局的支持 最终得到了民航总局 有意向郭文贵转料民族证券股权的承诺 2010年底 到2011年初的时候 郭文贵和民航总局就收购民族证券的商业谈判完成了 只差证监会的政策支持 因郭文贵为收购民族证券而成立的一家项目公司呢 时间比较短 资质呢 也不是很充分 所以当时呢 证监会的副主席蔡乐生迟迟没有批准 为帮助郭文贵 那么我亲自与蔡乐生见面吃饭 约谈此事 又派人呢 使安全部实习局的公函 前往证监会协调 很快呢 证监会就把收购民族证券的事情给批了 2008年到2014年 在我利用我手中的权利和职务上的便利 帮助郭文贵解决其个人和公司经营问题的同时呢 郭文贵为了讨好我 感谢我 维绩和我的关系呢 也给我输送了大量的利益 2010年左右 我和我的二姐 购买郭文贵开发的金权家园的六套房产 当时呢 在郭文贵帮助下 是按照93折的价格购买 那么这六套房产的总价值 应该是900万左右 当时因为我们资金不够 所以从郭文贵那里呢 以借的名义 拿了600万人民币现金 并交付了房款 实际上这以前呢 郭文贵呢就是想给我 2011年左右呢 我和我二姐呢 打算购买郭文贵开发的金权广场 十套写字楼房产呢 进行投资 总面积大概是1000多平米 总价值呢 是2000多万人民币 当时呢 是按照市价每17000多元购买的 在郭文贵的帮助下 我们购买了朝向比较好的 十套房产 由于当时购买的时候呢 我的资金不够 所以呢 我又去找郭文贵借钱 后来郭文贵呢 分几次借给了我1500万人民币现金 我将钱呢 交给我二姐呢 就付了房款 2013年底 我二姐想把这十套房产呢 卖掉 郭文贵知道后呢 愿意将房子 按市价来回购 最后呢 定的是每平米4万元 价格进行回购 房子被回购以后呢 郭文贵陆续给我二姐打钱 最后呢 差了1500万 没有付 那么郭文贵跟我商量了 说这样做比较安全 通过账面上 我看 也就是相当于 这1500万 我还给郭文贵了 我也就同意了 那么通过这次投资呢 我和我二姐呢 近赚了2200万左右人民币 2011年前后呢 郭文贵为我在香港太古城 购买了两套房产 总面积将近是200平米 总共花了3000多万港币 虽然为规避风险 房产落在了我一个外甥的名下 但实际拥有者是我本人 2011年至2013年过年的时候呢 郭文贵呢 还以给我孙子辈 压岁钱 陆陆续续呢 给了我 现金呢 大概有300万 人民币左右 每次呢 最少二三十万 最多的时候呢 是七十万 这些钱呢 我全放到家里了 过年的时候呢 发红包呢 也给出去了一部分 有些呢 日常滑了 也有些呢 还在我的家的 那个低库的保险柜里头 2014年年底 我到香港 在旧货市场呢 买了一些旧中啊 花架呀 的物品 当时呢 我也坚持自己付款 我付了九万多港币 那么 零回来的时候呢 郭文贵的助理呢 赶过来 来送我 那么 放到我包里呢 有十万港币 2014年11月 我在巴基斯坦出差 买了一些青铜的佛像啊 还有几件这个 核桃木的这个箱子 工艺品 那么郭文贵呢 安排人给我付了三万美金 2014年5月呢 我在阿联酋出差的时候 也买了一些 工艺品 那么郭文贵呢 给我出了两千美金 我现在居住的 玫瑰玉园的房子 装修呢 花了七十万 是郭文贵给出的 另外呢 就是我家客厅 有一大两小的沙发和 一个藤质的小的茶几 也是郭文贵送过了 那么这些价值呢 我就不是特别清楚 还有我在金泉家园的房子 有三间呢 是郭文贵呢 是郭文贵给我简单装修的 估计要二十万左右 另外呢 在2009年 2012年 郭文贵两次安排我家人 在国内旅游 那么总共花费呢 有十多万 那么几年前呢 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呢 那么郭文贵带着我呢 帮我做了一套 西装和皮鞋 我估计呢 花费呢 也在二十万港币左右 我女儿在美国纽约上大学的时候呢 郭文贵在学校附近呢 帮助出了一个公寓 她告诉我呢 每月是三千五百块 美元 租了有一年时间 从2008年到2014年 郭文贵为了讨好我 感谢我 陆续给我呢 汇送了总价值 大概应该在 六千万左右人民币的财产 那么我以工作的名义呢 支持帮助郭文贵 使他也获得了利益 那么我再从他那儿获取利益 为了帮助郭文贵呢 我随意地出具了 国家安全部 部里和局里的公寒 动用其他工作资源呢 甚至呢 滥用侦查手段 帮助郭文贵解决纠纷 化解矛盾 疏通渠道 争取利益 郭文贵获取最大的利益后呢 或购置房产 物业送给我 或赠送大野的现金 贵重金属 名贵礼品 回归于我 让我得到了数额 特别巨大的回报 实际上呢 我和郭文贵 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郭文贵的这个行为呢 也是典型的行贵的行为 我是典型的受贵行为 我希望你给你一个人回答 我给你一个人回答 我请你一个人回答 我请你一个人回答